昨天在AFB上面我看到一篇讲到一个人的一个一篇感思,他写的就是群己之间的问题,他把重心就放在好像王老师所讲的生命五层次里面那个 深独城那里,可是我最近有感觉,事实上我去年年底的时候介绍Michael Sandell的社群主义的时候,他跟自由主义之间的一个分合一同 Michael Sandell他并不喜欢人家称他叫社群主义,因为他想要强调的是他的社群主义里面 其实包含了自由主义中的个人,我想到钱穆先生他在抗的时候,他对于宋明理学的心学,他有提出三心论 一个是个体心,一个是文化心,一个是历史心,那么他希望能把这个三心能够同时并制 那我最近读论语的时候,我的感觉在论语中,像魏林宫有一篇,有一章叫做《君子因而不争,群而不挡》 这里面讲到的是人在群之中的一个必然性,孔子的人道里面必然有一个群的概念 你把群抽离的话,这种人,这是几乎是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像公社一样 所以论语,孔子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当代自讲自由主义的人,但他也不会是社群主义 那么只强调一个群体,大众,因为钱先生讲的三心说,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你看论语的这个,孔子的说法里面,他必然也是这样的一个三心并制的说法 所以用五层次来看的话,到了德层那个地方,就是所谓三心的正层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的网路作家,他们有很多的高庙的体悟 不管从个人的人生阅历,或者是海外的游览阅历 一个人是一个这个时代的主流 但我们今天如果严格说,在人跟人的社会里面,在人道的社会里面 我们今天讲到职,人道的职,捍卫人道的一个价值 人心的一个正职,这里面都涉及到群 当群毁坏了,当群如果走入了歧途的时候 个人其实也很难有什么真正的利基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今天在灰城最后突然想到FB这篇一个人的哲学的时候 我记得史作生先生也有讲到一个人的哲学 那么我想他,我并不意外他的这种说法 只是哲学家的责任,这样的一个人的主张 确实是有他道理的地方 因为那是一个终身把自己奉献给哲学 作为事业的人 那么事实上个人主义,一个人的主张 我觉得那最早是从存在主义所开启的 所以我自己读存在主义就不会很意外 我自己的生命中也能够理解 甚至我自己也是一个人的状态 但我读论语以后我就会看到群的意义 这个历史客观所不断演进所累积的大群基业 它是一个客观永恒的存在 因为它不是你一个人成就的 它是一大群人 经过历历代代生生世世不断累积的一个大群基业 我觉得这是从哲学上跳出来之后 回到历史的过程 你必须要承认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刚刚我讲的 在上一个录音档讲到的三代 孔子那么看重三代 三代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 它是经过很漫长的时间千圣万圣所累积的 那么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 而且是客观的经验 有各种人各种团体各种族群 所共同翠绿完成的 那么人其实就活在这个群体之中 所以我想我今天在最后离开毛罗西的时候 再录了这一档 大致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再重复一遍 讲儒家讲孔子就必须要把它讲清楚 至于孔子的这样的一个 钱先生讲的三心观念 是不是能够在现在被接受被发扬 我个人是肯定的 因为我想来想去 这确实是唯一的道路 那么我们只能在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跟社群主义之间 然后两端呢 然后求其整体 求其中庸 中庸不是妥协 中庸不是左右逢源 或者是机会主义 不是到处摆荡 确实是一个中道 那么孔子终究向往是一个中道 那么中道是在时间变化中不停的阐述 那么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想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把它说清楚 那么这个地方 作为今天我在猫肉系最后要讲完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结束 谢谢